由于联邦政府是延迟禁止驱逐租客令的可能性 为乎其为 数万加州民众可能会面临到因为拖欠房租而被驱逐的困境 为此加州州长纽森今天上午去召开了记者会 宣布了全美有史以来最高额的租房补助计划 这张补助计划将为那些因为疫情大流行 深陷财务困境的民众支付拖欠的房租 以及未来数个月的房租 同时也会帮助缴纳水电煤气以及网路的账单 值得注意的是只要是州内合法的居民 都有资格申请这项租房补助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加州州长纽森表示 禁止驱逐房客令大概率不会延期 而那些因为大流行而深陷财务困境的人 租房权利应该得以保障 为此加州推出了美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租房补助计划 该计划被称为加州回归计划 其中包括发放52亿美元用来帮助低收入居民 支付先前未能缴纳的房租 以及未来几个月的房租 其中还包含居民日常的水电 燃气以及网路费用 州长纽森表示 大流行并没有结束 而那些受到影响的民众 应该透过这个机会来获得帮助 新闻发布会上 还有加州居民现身讲述获得帮助的过程 并呼吁那些因大流行而深陷财务困境的民众 不要迟疑尽快申请 据悉这项名为Housing is Key的援助项目 同属于加州1000亿美元经济复苏计划的一部分 需要得到帮助的民众 现在就可以上网登入housing.ca.gov进行申请 州政府同时对该页面进行了调整 提供多种语言的帮助 无论您是租客还是房东都可以申请 且这项援助适用于所有加州居民 无论您是否拥有绿卡或是公民身份 民众还可以拨打该计划的热线电话 833-430-2122 获得包括中文在内的多语言服务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